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主要内容是,脅迫刘德华,绑架刘嘉玲的蔡子明,为何刚接手李连杰便被九枪灭口,小编提醒,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添加小铃铛,有错要认,挨打要站好,不过载之人在江湖,一,续曲罗大卫,1989年,被导演们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的李连杰决定回归本职,专心当个演员, 这时,成龙的义父罗维果断抓住机会,把李连杰赴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龙在天涯拿下,准备借此闲鱼翻身,正在给成龙右衣,讲戏的罗维左衣,通过这部电影,李连杰和女主角立志一见钟情,他出火花,但罗维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先是被自己儿子楼大卫挖墙脚,失去了李连杰这棵摇钱树,接着楼多次在投资电影上失败,损失惨重, 即火攻心,李连杰,立志龙在天涯,和父亲罗维不同,罗大卫为人狡诈,为了利益负责手段,在龙在天涯拍摄期间,他多次怂恿李连杰离开罗维,然后回香港 同家和签约,罗大卫言之凿凿,声情并貌,话语间,李连杰仿佛看到了自己灿烂的未来和广阔的平台,于是他毅然接受了罗大卫的建议, 同家和签了两年合约,并让其担任经纪人,负责自己的一切工作安排,此时的李连杰心情舒畅,以为自己多年的努力终于熬出头了, 殊不知,他只不过是罗大卫手上的一颗棋子,相比于经纪人这个身份,家和股东才是罗大卫的本质, 而罗的母亲刘亮华,更是家和的高层和大股东之一,掌管着公司的方方面面, 罗大卫的母亲刘亮华,稀里糊涂地约家和后,李连杰先是出演了,徐克指导的黄飞红之中心天下,反响不错, 接着二人趁热打铁,开启了黄飞红系列,瞬间引爆电影市场,徐克对李连杰的一招仪式赞不绝口, 十分欣赏,此时的李连杰火了,从家和的矛盾也开始加深,按照当初签订的合同, 李连杰需在两年内为家和拍摄四部电影,每部片酬150万,但到了1991年,家和却只拍了两部电影, 李连杰觉得这和自己无关,要求公司支付剩余的300万酬劳,但家和仗着自己才大事大, 不但以李连杰没拍满四部电影为邮巨库,还要求他赔付违约金600万, 而更让李连杰愤怒的是,练对家和的无理要求,作为自己经纪人的罗大卫, 竟然狼狈为奸,不但不替他争取合理权益,反而帮家和加倍压榨, 这样,你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拍两部电影,家和每月给你五万块, 我扣掉两万当用金,不过分吧, 二,先奏蔡子明,此时的李连杰明白了, 罗大卫根本不适合当自己的经纪人,但他势单力薄, 无力招架,家和的层层施压, 就在李连杰每晚被烦心事,弄得辗转反侧时, 不疑电影公司老板,黑白两道通吃的神秘商人蔡子明出现了, 并主动找到李连杰,便宜无条件地帮助他摆平同家和的纠纷, 李连杰没有第二种选择,只好同意, 蔡子明又与李连杰唯一公开的照片,圈里的人都清楚, 蔡子明从14K大佬潘志勇交好,并互有股份, 两人在富裕电影公司成立初期, 增香顶如德华,绑架刘嘉玲,且破案子梁, 不逆只是为了让他们,到荷兰拍摄一部, 叫《风天龙虎灰》的电影, 由于蔡子明背景神秘,来头挺大, 加知其独来独往的特性,对谁都不满账, 影仙人大都对他敬畏三分, 蔡子明介入后,先是给嘉禾发送了律师函, 在未被理合之后,他使出本招, 让正在拍摄男儿当自强, 的李连杰脱下戏袍, 以霸派来对嘉禾进行抗议, 这下加和解恶,高层们没想到蔡子明会来这一招, 情急之下,公司找到香港电影界, 得高望重的前辈,吴思远来商议对策, 吴思远提议让赵文卓来代替李连杰, 由他把剩下的片子拍完, 但遭到导演徐克的强烈反对, 黄飞红这个角色,只有李连杰能演, 赵文卓无论形象还是动作, 都和李连杰相差甚远, 男儿当自强剧照, 无奈,吴思远作为和氏老亲自出马, 同蔡子明谈判, 最终蔡子明同意李连杰, 继续完成男儿当自强, 但嘉禾必须做出让步, 并主动承认错误, 解决了与嘉禾的问题后, 李连杰便正式委托蔡子明, 担任自己的经纪人, 同时对罗大卫提出解约要求, 罗大卫不服, 但蔡子明不慌不忙, 他让李连杰放心, 只要是李连杰的事, 他都一律承担, 吴思远, 三, 宣续调陈志明, 1992年春, 男儿当自强拍摄完毕, 4月15日晚, 李连杰为电影做完宣传后, 与蔡子明一起吃晚饭谈笑风生, 聊了四个小时, 凭借独特的商业嗅觉, 蔡子明决定为李连杰量身打造新龙门客栈, 帮助他进京国际市场, 李连杰新龙门客栈定装照, 而就在距离两人谈天10个小时, 也就是1992年4月16日的一早, 蔡子明在刚走出电梯返回, 紧离他几步之远的赋以公司时, 便被两名伪装成保安的杀手扶机, 头部中九枪, 当场身昂, 当天的11时40分, 李连杰接到电话通知, 整个人呆住了, 一句话都说不出, 对蔡子明的词有两种说法, 一是, 他是荷兰的黑帮分子, 与人结仇, 另一说法是蔡子明做了李连杰的经纪人, 许多是李连杰为摇钱树的制片家, 历请李连杰拍片, 蔡子明不肯, 于是怀恨在心, 但蔡子明的生前好友, 14K, 大佬胡虚勇对此则有另一种看法, 1992年初, 电影家有喜事的胶片被蒙面人劫走, 后来潘智明透露, 抢胶片的幕后主使叫陈志明, 这人还企图挖走李连杰, 据潘智明回忆, 陈志明曾持枪道, 蔡子明的公司威胁员工, 马上让李连杰给我拍戏, 否则有你们好看, 陈志明自称有总公司撑腰, 蔡子明问其姓名, 对方回答, 龙的传人, 黄土大帝, 潘智明听后大怒, 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不拍又怎样, 后来双方到复好酒龙酒店的大唐咖啡厅谈判时, 甚至还一言不合亮出了家伙, 在此后的三天里, 蔡子明到处派人找陈志明, 想要做掉他, 可到了第四天, 蔡子明却先倒在了自己的办公楼门前, 潘智永看过警方提供的现场照片, 他说, 两个假扮成保安的杀手, 往蔡子明头上打了酒枪, 就像电影一样, 而来历不清的陈志明, 也从此销声匿迹, 依次开大佬胡须勇潘智永, 四, 伟生新龙门客栈, 蔡子明被暗杀后, 电影圈中的很多大佬, 都被警方盘查, 李延杰也不例外, 警方甚至为了他的安全, 要求他搬离位于半山的渡栽, 在住酒店, 蔡子明的突然离世, 不仅让李延杰失去了得力靠山, 也让整个新龙门客栈剧组大患了一次血, 首先是周淮安, 该角色在之前已确认由李延杰出演, 并拍好了定妆照, 但蔡子明出事后, 李延杰需长期配合警方调查, 剧组只能忍痛割爱, 找癌身手上渴的梁家辉出演难一, 而邱默延和大反派曹绍欣这两个角色, 原定也是由与蔡子明关系密切的 杨子琼和沐绍聪出演, 林青霞则出演姬香玉, 但由于蔡子明的缘故, 二人无法理约, 情急之下, 徐克让林青霞出演邱默延, 金香玉一脚则给了张曼玉, 同时找到曾经合作过的甄子丹, 让一直以硬汉角色著称的她, 过了一次太剑影, 杨子琼版邱默延和沐绍聪版曹绍欣, 甄子丹版大反派曹绍欣, 如今来看,虽然临时更换了多个重要角色, 但丝毫不影响, 金文文客栈的经典程度, 梁家辉正气低人, 林青霞音气十足, 张曼玉美丽俏皮, 甄子丹一有狠毒, 每个人的表现都可牵可点, 缺一不可, 张曼玉版金香玉, 权文文, 感谢您的阅读, 本门作者, 大内密探00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添加小铃铛不迷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